逆箭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一章 火龙珠 作者 一箭清新 火龙咆哮 极其的可怕 炙热的火焰似乎毁灭一切 林轩身上 同样有着极其恐怖的 九阳神火出现 两种火焰对碰交锋 撕开九天 林轩惊讶 好可怕的火焰 如果他能够吸收这种火焰力量的话 他的身体还能够勉强 林轩现在 虽然拥有陆地神仙级别的力量 但是 那只是剑气 他的身躯 还达不到陆地神仙级别 甚至 连半神级别都达不到 其实 大帝之后 想要越级战斗 太难了 除非你拥有神器 或者是拥有志强的力量 比如大龙剑这样的力量 才能越级战斗 而九阳神体 虽然也是强大的神体 但是 在星空排行榜中 只排第十一 同阶之中 能横扫其他人 但是 想凭借着这样的体魄 越级战斗 就非常的难 不过 林轩之前 融合了一丝三位真火的力量 所以 他的体魄超强 能够抗衡超级大地 然而 还不够啊 九阳神体 想要再次提升 还得需要志强的火焰 而眼前的这火龙之火 就能够让他的九阳神体 再上一层楼 想到这里 他手一挥 无尽的剑气飞了出去 开始斩灭这些火龙的火焰 同时 大龙剑魂的力量 咆哮出来 前方的火龙幻影 身躯颤抖 他发出了不安的吼叫之声 大龙剑魂 万龙之祖 极其的恐怖 火龙身躯摇晃 下一刻 他冲了进去 无尽的火焰消失 化成了一枚珠子 在天地之间 绽放璀璨的光辉 就如同一颗太阳一般 比太阳更加的璀璨 所有人 都被照得睁不开眼睛 林轩眼中 轮回眼绽放光芒 朝着前方望去 下一刻 他看到了 这是一颗龙珠 而且是火龙珠 拥有极其可怕的火焰力量 很好 这东西我收下了 林轩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 这一次 还真是不虚此行 哄 这个时候 远处天地摇晃 剧烈的力量 让虚空崩开 一股沸腾的气息浮现 满天的金光挥洒 还有可怕的吼叫之声传来 是谁 敢对我金蛇一族动手 跪下受死 冰冷的声音 让人头皮发麻 金蛇一族 神灵血脉家族 苍天呀 他们竟然也来了 有人敢对金蛇一族的人出手 是谁 这么胆大包天呀 所有人都惊呆了 吓得纷纷后退 金色一族的强者 铺天盖地 他们在空中横扫 无人能敌 很快 他们来到了山洞上方 他们的目光 落下了下方 等他们看到火龙珠的时候 无数道惊呼的声音响起 好强的力量 竟然是火系的龙珠 太好了 得到它 我们家族 能够造就出无数的天才和强者 甚至 还能够让一尊超级大地 突破成为半神 地面上 一个金色的骷髅 突然颤抖起来 叔叔 爷爷 老祖 你们来了 杀了他 给我杀了他 这具金色的骷髅 异常地激动 其他人听到这话 都懵了 这骷髅 也是金蛇一族的人吗 不是吧 这是谁啊 太凄惨了 竟然被人打成骷髅了 还跪在那里 这是在狠狠地 打金蛇一族的脸呀 还真是有人 不知死活呀 天空中 金蛇一族的那些强者 也都懵了 他们望向那骷髅人一愣 下一刻 他们发现 是小五 这个骷髅人 竟然是他们家族的五公子 竟然如此凄惨不堪 老祖说道 真的是不可饶恕 不管你是谁 敢对金蛇一族出手 你都死定了 金蛇五公子也恢复了信心 他猙獰地咆哮起来 他盯住了林轩怒吼 说道 小子 跪下 爬到我面前 给我磕头道歉 放心 我不会杀你 我会一点点地折磨死你 我要让你生不如死 你敢对我出手 我要一千倍一万倍地还回来 其他那些人也是震惊 什么情况 竟然是这个年轻人动的手 苍天呀 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个年轻人实力很强啊 之前好像杀了沧海大帝 不过再强又如何 沧海大帝虽然厉害 可是在金蛇一族面前 却显得微不足道 这可是神灵血脉家族呀 除非真正的陆地神仙 能与之抗衡 其他的人根本不行 这个年轻人再强 也不可能是陆地神仙吧 那他死定了 不 他将生不如死 周围那些人摇头叹息 而向安然 浮云大帝等人 再次为林轩担心起来 就连羽族的羽影 也是吓了一跳 因为他发现 这一次来的强者 真的是太多了 对方真的能抵挡得住吗 林轩眉头微微皱起 他让金蛇一族的族长 滚过来给我道歉 可是 金蛇一族的人 似乎没照他说的做 既然这样 对方就是来找死的 他望向了金蛇五公子说道 你是在威胁我吗 没错 金蛇五公子说道 小子 你还敢对我出手吗 有本事 你再动我一根手指头 我们金蛇一族的强者 绝对将你灭杀 林轩沉默了 金蛇五公子哈哈大笑 在他看来 林轩害怕了 他十分得意地嚣张起来 小子 待会儿看你怎么死 话音刚说完 他便瞳孔猛缩 因为他发现 林轩一只手掌拍了过来 手掌 如同笼爪一般 上面有着极其可怕的剑气 在闪烁 而这些剑气 将他的身躯笼罩 他感受到自己的骨头断裂 灵魂破灭 金蛇五公子 发出了绝望的惨叫声 他疯了 对方在干什么的 对方竟然想杀他 该死 怎么可能 头顶有他们家族的千万强者 对方竟然赶出手 对方不想活了吗 哼 龙爪落下 彻底地将金蛇五公子 打得灰飞烟灭 可怕的金色骨头 断裂了一地 灵魂被瞬间撕成碎片 下一瞬间 金蛇五公子死了 天地之间 血雨飘洒 众人惊恐 金蛇一族的顶级天才 就这样的陨落了吗 而且是灰飞烟灭 连个渣都没剩 苍天呀 云影下的身子一哆嗦 狠 绝世的狠人 而像安然 凌云等人 都吓傻了 这是要和金蛇一族 不死不休 该死 你竟然敢杀他 天空中 金蛇一族的强者 瞬间变了脸色 他们变得猙獰无比 在他们看来 对方应该畏惧 害怕 颤抖才对 可是 对方竟然杀了金蛇五公子 这是在打他们金蛇一族的脸呀 不可饶恕 杀了他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二章 神灵剑阵 不过如此 作者 一剑倾心 一瞬间 十几道身影 快速地冲了过来 这些都金蛇一族的强者 他们铺天盖地杀向了林轩 身上的剑气 似乎能够撕碎一切 林轩冷哼一声 大日不灭掌 可怕的手掌 气吞山河 一往无前 似乎能够破碎天地间的一切 惊天动地的声音响起 其他身影被冲飞出去 这一次出手的人 十分的可怕 十三道身影 有一半的身影挡住了 大日不灭掌 他们冷笑连连 小子 你的体魄确实很强 竟然堪比超级大地 不过 那又如何 你对我们金蛇一族的力量 一无所知 就是 你的这种体魄 在我面前看来 也不过如此 因为我们拥有神灵血脉 其他那些人 也是叹息一声 看样子 这个年轻人 是打不过金蛇一族了 战斗 恐怕要在一瞬间结束 林轩收回的手掌 叹息一声 说道 还是差了一些吗 九阳神体 确实应该更进一步了 这个时候 十三道身影已经快速地 来到了林轩身边 去死吧 他们身上浮现可怕的杀鸡 周围的虚空 全部崩碎 林轩笑了 他的手掌之上 不但有火焰 还有的极其凛冽的剑气浮现 神剑的力量爆发出来 一剑刺了出去 顿时 天地之间隆隆声响起 这一剑 化成绝世的神光 劈开了天地 周围那些人 只感觉身躯颤抖 仿佛随时会裂开一般 好可怕的剑气 这个人最强大的 竟然不是体魄 而是剑法吗 对方也是绝世剑客吗 破 一剑出 天地开 五道金蛇一族的强者 身躯破碎 血染长空 其余的人 也被这股可怕的力量 给轰飞出去 他们满脸的震惊 怎么回事 这小子出剑的那一刻 力量竟然无限地提升 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对方就仿佛剑神一般 不可能 一个少年 怎么可能是剑神呢 一剑之后 林轩周围 尸山血海 那五个金蛇一族的强者 竟然死了 这让所有人毛骨悚然 金蛇一族的人 也是瞬间愣住了 下一刻 他们咆哮起来 杀了他 为我们的人报仇 此子太强 绝对不能流 一边咆哮 他们一边冲了过来 他们甚至晃化出了本体 可怕的大蛇 在天地之间舞动 蹦山裂地 没有什么能够抵挡 周围看得眼皮狂跳 这样的力量 估计一道攻击 就能够灭杀他们吧 林轩却是冷笑一声 下一刻 他连续出手 他的手臂 划成了锋利的长剑 每一剑斩出 都仿佛一刀巨龙一般 将天地完全崩碎了 这是极其可怕的剑气 是无坚不摧的剑气 仅仅批出三剑 天空中 十几个金蛇一族的强者 全部被斩断了身躯 他们的尸体 飘在了九天之上 伴随着无尽的血海 天地同碑 轰鸣的雷霆声响起 所有人都绝望了 这是末日啊 金蛇一族的强者 竟然在不停地陨落 林轩冷哼 我记得我之前说过 让你们金蛇族的组长 滚过来道歉 可是 你们偏偏不听 还敢来杀我 既然这样 你们就承受我的怒火吧 林轩一步踏出 凌冽的剑气贯穿云霄 巨大的剑影 劈向了天空 金蛇一族的人 吓了一跳 快退 他们疯狂地后退 可是 这一剑之下 还是有不少人死去 带头的是金蛇族的三长老 他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超级大帝 此刻 他眼睛血红 杀气腾腾 他知道 敌人太强 不能以常理来判断 他说到 集结金蛇大阵 听到这话 周围金色族的强者 快速地行动 其他那些实力弱的人 退了出去 81个强者 屹立在这天地之间 每个人手中 有一把金蛇剑 凌冽的剑气 贯穿了天地 与此同时 他们眼眸之中 爆发出凌冽的光芒 身上的神火仙气 相互的交织 凝聚形成了一个阵法 金蛇阵 这是金蛇一族的绝学阵法 创造这阵法的 是他们的一位老祖 这位老祖 并不是陆地神仙 不过 却是一尊半神 对方花了一万年的时间 开创了金蛇阵 此阵一出 绝对恐怖至极 超级大地之中 无人能敌 除非对方超越了超级大地 不过 在他们看来 这个年轻人 是不可能拥有这样实力的 所以 此战之中 对方必死无疑 金蛇剑阵笼罩了林轩 可怕的气息 弥漫九霄 所有人惊恐 就连鱼影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看样子 金蛇一族 是彻底的疯了 连金蛇阵都出来了 小子 这世间 无人能与我金蛇一族为敌 你可以去死了 花音落下 八十一道金蛇剑 在天地之间 绽放光芒 贯通了天地 一道道金色幻影 席卷九霄 杀 满天的金色剑气 杀向了林轩 林轩周围的虚空 瞬间破碎 根本抵挡不住 林轩依然不惧 他拿出了诸仙剑 就凭你们 不配在我面前使剑 你们根本不懂剑法 就让我告诉你 什么叫做剑 林轩这一刻 辟逆八方 然而 其他人听后 却是头皮发麻 金蛇一族不懂剑 开什么玩笑 金蛇一族 可是被称为剑道家族 他们家族 最有名的 就是金蛇剑了 而且 传说他们的老祖 当年就佩戴着一把金蛇剑 横扫天下 在那老祖之后 金蛇家族每个弟子手中 都佩戴金蛇剑 虽然每把剑的品级不同 强弱不同 但是 同阶之中 很少有人能够争锋的 眼前这个年轻人 真是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金蛇一族的人听后 也是怒了 大言不惭的东西 今天 就让你们知道 我金蛇剑的厉害 嗡 林轩握住了朱仙剑 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乾坤剑法 龙腾九霄 可怕的神剑挥动剑气 化成一头又一头巨龙 天地间 出现108条巨龙 横扫天地 杀向了81道金蛇之剑 嗡 龙蛇之争 轰轰轰 天地崩碎 日月无光 仿佛两个远古神兽复活了一般 在快速地大战 周围那些人 头皮发麻 他们抬头往天 看得震撼无比 而这个时候 巨龙一声咆哮 直接将金蛇撕开 那庞大的身躯 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逆见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三章 拜你 只需一掌 作者 一剑倾心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 震撼无比 他们没想到 金蛇一族 派出了这么多强者 竟然都奈何不了对方 这个年轻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林轩却是冷哼一声 他全力出手 剑气如龙 一头又一头金蛇 从天空中掉落下来 鲜血染红了九天 到最后 天地之间 都是巨大的金蛇尸体 仿佛尸山血海一般 而林轩 则屹立在天地之间 疯子 你真的是疯子 你竟然敢杀我金蛇一族 这么多强者 告诉你 死定了 这一次 我金蛇一族的大长老来临 他可是半神 他出手 你必死无疑 什么半神 在我眼中都不堪一击 你敢挑衅我 就要承受我的怒火 林轩挥动长剑 天地之间 出现了万道龙影 不停地落了下来 金蛇一族的人惨叫 最后 他们全部灰飞烟灭 所有人傻眼了 因为他们发现 来的金蛇一族 全部死了 无数的尸体堆积成山 谁还敢与我为敌 他脚踏八方 冷声喝倒 这一刻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无人敢与之为敌 林轩冷哼一声 转身一掌 抓向了火龙珠 而与此同时 在这另外一边 一道身影出现 传来了咆哮之声 这人身上金色的 见光舞动 眼眸中 带着可怕的金色火焰 他如同绝世大妖一般 疯狂怒吓 震碎了九中天 是谁 敢杀我蛇一族的强者 他就是金蛇一族的大长老 也是一尊半神 此刻 他单独行动 在追寻一种神秘的气息 但是 没想到这个时候 他却感应到 无数强者陨落的景象 这让他无法忍受 他真的气疯了 他发誓 一定要报仇 等着 不管是谁 等我得到那件宝贝之后 我一定叫你击杀 他咆哮了几声 目光便望向了远处 在那里 有着一道大裂痕 仿佛打开了无尽的深渊一般 字里面传来了 神秘无比的气息 还有可怕的霞光 彩霞光之 环绕在大裂痕的周围 可想而知 里面有宝贝 而且是不得了的宝贝 金蛇大长老 深吸一口气 朝着前方飞去 在大峡谷前方 还站着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貌美的女子 一头黑发 如瀑布一般 她的容颜 十分的精美 她的皮肤 如同宝玉打造而成的 晶莹剔透 外面的女子 望向前方的大峡谷 深吸一口气 她说道 我感觉到了 确实是老祖的气息 轰的一声 后方突然传来 破空的声音 紧接着 无尽的金光弥漫 一道大笑的声音传来 真的让我给找到了 前方貌美的女子 转头望去 她望向后方的 那道金色身影 微微皱眉 这里不是 你能来的地方 速速离开 一 竟然还有一个小丫头 小丫头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金蛇一族的大长老 我们金蛇是神灵家族 而我是半神 我的实力 超乎你的想象 离开吧 你阻拦不了我 不管你是金蛇一族 还是金龙一族 你都无法前进 这里不是你能够来的 貌美的女子叫玉衣菲 冷冷地开口说道 找死的东西 金蛇大长老怒吼一声 他知道 除了他之外 还有几个高手 在寻找着神秘之地 所以 他必须速战速决 杀了对方 然后 进入峡谷 取得宝贝 金蛇大长老的实力 非常的强大 他可是一尊真正的半神呀 远远超过了超级大地 他手中的金蛇剑 更是绽放冷冽的光芒 开合之间 天崩地裂 去死吧 小丫头 对方一个年轻人 怎么可能跟他抗衡 可惜了 对方长得貌美无比 如神女一般 这种风姿 绝对能够让无数的 年轻天才为之绝望 不过 大长老 却不会有任何的留守 哼 玉衣菲冷哼一声 千千玉手朝着虚空 拍了过去 抓向了漫天的金色光芒 下一瞬间 低沉的声音响起 那些金光 全部被这只手掌给抓住 这怎么可能 大长老瞳孔猛缩 他可是半神呀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下一刻 只见那白玉般的手掌 又狠狠地拍了过来 一掌天地破碎 大长老举剑格挡 轰的一声 他被震退出去 气血翻滚 又是一掌 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惊呆了 你是谁 你究竟是什么人 大长老气急败坏地吼道 对方 难不成也是一尊半神 不敢想象 这么年轻的半神 太可怕了 玉衣飞 根本没有理会对方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 没有杀你 如果你再执迷不悟 别怪我下杀手 大长老听后 心中惊骇 手下留情 该死的 对方不是一尊陆地神仙吧 不可能 他疯狂地摇头 虽然他不相信 但是 他也没敢轻举妄动 因为对方的实力 太诡异了 深不可测 打退了大长老之后 玉衣飞转过身躯 再次望向了黑色的大峡谷 下一刻 他手掌结印 在他的手掌之中 出现了无数的花瓣 绽放着生命无比的气息 飞向了里面 随后 在那黑色大峡谷中 传来了一道低沉的声音 紧接着 无数道光芒冲了出来 紫色的光芒 贯穿了天地 轰轰 这一刻 整个空间都剧烈地摇晃起来 无数的霞光席卷九霄 所有人抬头望天 苍天啊 那是什么 好神秘的光芒 一定是绝世的宝贝 快去看看 无数道身影腾空而起 快速地冲了过去 大长老眉头紧紧地皱起 看样子 用不了多久 这些高手就会前来 到时候 他没有什么优势了 不过 很快就笑了 反正他现在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倒不如 多联合几个强者 一块杀入到峡谷之中 说不定 还有机会夺取那件宝贝 没多久 在大峡谷的周围 便出现了几道身影 这些人 望着前方 无比的贪婪 他们快速地冲了过去 然而很快 他们便被震退出来 出现的紫色霞光 带有极其可怕的力量 直接挡住了一切 几个盖世的高手被轰退 而越来越多的人 朝着这边汇聚 他们也发现 前方紫色的光芒力量 极其的可怕 不能轻举妄动 他们在这里观看 另外一边 火龙洞前方 林轩 刚刚得到了火龙珠 原本 他想吸收火龙珠的力量了 可是这个时候 突然出现紫色的光芒 他惊讶 又有宝贝出现了吗 他将火龙珠收了起来 身形一晃 朝着远处飞去 逆见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四章 传说体魄 玄天神帖 作者 一箭清星 公子 等等我 余颖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快速地冲了过去 他来到林轩的脚下 公子 我带你去吧 他现在 竟然心甘情愿地 当起了座棋 林轩没有拒绝 踩着对方 快速离开 一路之上 无数人惊叹 这是何方神圣 竟然踩着一个盖世强者飞行 对方不会是一尊少年神仙吧 师父 我们也过去看看吧 安然 林云他们同样无比的好奇 拂云大帝叹息一声 好吧 如今 他也只能过去观战了 因为 以他的实力 根本没有资格来抢夺什么宝贝 走 去看看 火龙洞这边的人 都纷纷前往 即便得不到宝贝 能看一场金氏大战 也不枉此行 在黑色峡谷的前方 果然来了无数的高手 除了金蛇一族的大长老之外 羽族的大长老 同样也来了 对方也是一尊半神 他是一名中年女子 背后有着一对白色的翅膀 在舞动 如同神灵一般 异常的梦幻 他来到之后 便盯住了前方 他沉声说道 我是羽族大长老 这宝贝 我们羽族看上了 其他人都给我让开 一声怒吓 震撼天下 所有人震惊 森林家族 果然够霸道呀 这个时候 旁边却传来了一道苍老的笑声 没用的 你得不到 是谁 敢挑战我族 大长老羽梦 冷喝一声 他转头望去 随后一愣 是你 他发现 开口的是 金蛇一族的大长老 蛇须 他冷声说道 蛇须 你是在小看我吗 不服 你我一战 他眼中战意昂然 他们两个人太熟悉了 因为他们是对手 双方都是神灵血脉家族 而双方 也都是各自家族的大长老 地位超然 修为一样 这几万年来 他们交手几十次 各有胜负 此刻 余梦听到对方的话 以为对方是在挑战他的 金蛇大长老却是笑了 不是我要挑战你 而是前方那个小人丫头 她十分的厉害 她拦住了所有人的去路 什么小丫头 余梦皱眉 转头望去 下一刻 她看到一绝美的女子 站在前方 对方距离那 黑色峡谷最近 而对方 却是如九天神女一般 我就不信 有人赶拦我的路 余梦速度很快 她一瞬间 便来到了峡谷前方 轰的一声 峡谷神秘的紫色光芒 拦住了她的去路 余梦冷喝一声 给我开 她背后的翅膀 如天刀一般 快速地斩了过去 然而 这个时候 一只白玉手掌 却狠狠地拍来 将她给震退 什么人 敢拦我 余梦怒了 同时 她惊呆了 因为她发现 出手的正是之前的 那个小丫头 御医非淡淡地说道 离开吧 你没资格进入里面 余梦气急了 我没资格 可笑 这天下间 还有我不能去的地方吗 要知道 她可是半神呀 然而 御医非却是微微摇头 我说你没资格 你就没资格 她的声音 无比地好听 如一缕清风吹过 让人的灵魂断化了 周围那些人 眼睛都亮了 好美的女子 不过 她太嚣张了吧 她竟然敢对大长老 说这样的话 嚣张的小丫头 我都要看看 你有什么自得拦我 雨梦出手了 背后的翅膀舞动 形成了九道飓风 杀向了前方 这是半神的力量 超越了一切 一道飓风 足以击杀一尊超级大地 九道飓风一起杀来 前方所有人都担心起来 年轻的天才说道 这样的绝世美人 死了太可惜了 甚至有人提醒说 快躲开 你挡不住的 御医非却是神情冰冷 望着冲来的九道飓风 她手掌结印 在她身上 出现了无尽的花瓣 如同穿上了鲜花战甲 她的手掌 再次朝着前方拍去 轰鸣的声音响起 九道飓风 打在鲜花战甲上 发出震天般的声音 然而并没有 破开鲜花战甲 所有人都惊呆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快快离开 不要逼我出手杀你 御医非的声音 空灵无比 十分的好听 但是 所有人这一刻 却是毛骨悚然 对方不把一尊 半神放在眼里 太不可思议了 你的体魄 难不成 你是传说中的 玄天神体 雨梦惊呼一声 其他那些人听后 也是一愣 什么 玄天神体 传说中 诸天万剑 排名前十的神体吗 苍天啊 没想到在这里 竟然能够遇见 难怪对方这么强大 原来是传说中的神体 就算是神体 又如何 我不信 你真的能够拦住我 雨梦再次出动了 这一次 他并没有攻击 而是将速度 施展到了极致 他们羽族 拥有天下间的极限速度 快到了极致 一瞬间 他便冲了过去 同时 他背后的翅膀 狠狠地展向了紫色的光芒 他要破开这些封印 杀到里面 哄 玉衣飞沉下了脸色 在他手中出现了一把折扇 打开之后 轻轻挥动 顿时 满天的光芒飞舞 天地间 有霞光在环绕 虽然绚烂至极 但是 却恐怖无比 九天十地都在崩碎 整个空间 彻底化成了虚无 雨梦被这股力量 给震退了回来 他脸色变得苍白 该死 好可怕的力量 玄天指 这还没有完 玉衣飞探出了一根白玉般的手指 朝着前方点了过来 一指点出 仿佛一道绝世的神光 瞬间洞穿了一切 雨梦脸色一变 不好 他迅速地闪躲 可是 他还是被这一指点中 他倒退出去 吐出了一口鲜血 败了 他竟然败了 他不敢相信 其他的那些人则是疯了 堂堂的半神静 然落败了吗 太不可思议了 这貌美的女子 究竟是何方神圣 你究竟是谁 告诉我 雨梦咆哮 他无法接受 他败在对方手中 大长老则是走了过来 说道 我们两个人联手吧 或许我们两人联手 能与之抗衡 好 雨梦咬牙 虽然联手有些丢人 但是 为了里面的宝贝 他不得不这么做了 前方的御衣飞沉下了脸色 我之前已经对你们留守了 可是 你们仍然执迷不悟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瞎杀手了 他手中的御膳 猛然合了起来 一股可怕的力量 从他体内爆发 好强 金蛇大长老 和雨梦两人一呆 对方之前 难不成没施展权力吗 他们神情变得无比难堪 这个时候 天地间 响起了一道阴冷的声音 两个蝼蚁 你们进不去的 给本座滚开 逆见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五章 万古巨头 作者 一见倾心 有人竟然说 半神是蝼蚁 所有人都懵了 这是谁啊 好大的口气 大长老 以及雨梦 也都怒了 是谁 他们仰天咆哮 谁敢不将他们放在眼里 还不管 天地之间 出现了一只黑色的大手掌 瞬间笼罩了金蛇大长老 以及雨梦 两个半神如遭雷击 他们脸色大变 他们极力地抵挡 可是 他们身上的仙气 神火瞬间破碎 倒飞出去 落在了地上 将大地砸碎 他们身上出现了裂痕 鲜血染红了大地 所有人望着这一幕 都疯了 败了 竟然一招 就败了吗 来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两个半神同样惊恐无比 这是陆地神仙的力量 他们立刻求饶 说道 前辈饶命 我们错了 请前辈 看在我们神灵家族的面子上 饶我们一次吧 只此一次 下次再不滚 我让你们下地狱 天地之间 冰冷的声音响起 随后 化成了一团黑雾 黑雾之中 出现了一道身影 这是一名老者 身上鬼气滔天 极其的可怕 这是陆地神仙吗 周围的那些人 也是不停地叩拜 他们吓得纷纷后退 陆地神仙 那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存在 所有人都退走了 只剩下了前方的御一飞 御一飞眉头 也是紧紧地皱起 她说道 你不能进去 这个女人疯了吧 她竟然敢挡陆地神仙的道路 她想死了吗 周围的人惊呼 两个半神也是摇头 他们承认 御一飞是厉害 可是再厉害 也比不过陆地神仙 嗯 你赶拦我的路 鬼仙冷哼一声 杀了她 她身边 三个傀儡快速地冲了过来 杀向了御一飞 不过 却被御一飞轻松地打败 她说道 你进不去的 有点实力 难怪这么嚣张 竟然能轻松打败 超级大地级别的傀儡 不过 也太愚蠢了 花音落下 鬼仙的一只手掌拍了出去 黑色的大手掌 铺天盖地 带着极其可怕的力量 御一飞身形一晃 并没有硬扛 不过 这个时候 大峡谷周围的紫色光芒 却是出手了 化成一瓶紫色的长剑 狠狠地斩了下来 瞬间便斩中了黑色的大手掌 哄 惊天动地的声音传来 黑色的大手掌 竟然被挡住了 这让所有人震惊 鬼仙也是沉下了脸色 峡谷里面的力量 果然和我想象中的一样 是帝尊的力量吧 所有人都懵了 帝尊 传说中 万古巨头 不是已经死了 很久了吗 对方的力量 竟然还存在 难怪这么厉害 鬼仙哈哈大笑 果然是帝尊的力量 这力量我要了 说完 他杀了过去 前方的紫色光芒 越来越恐怖 形成一道又一道紫色的剑气 展向了虚空 和鬼仙打缠在一起 可恶 鬼仙怒吼一声 一时之间 他竟然被这股力量给困住了 双方坚持不下 所有人震撼 帝尊的一丝力量 都如此恐怖吗 那帝尊活着的时候 得可怕到什么地步 他们不敢想象 这个时候 远处又陆续的有人到来 其中有一道身影 直接飞越了众人 朝着前方飞去 这是谁啊 所有人转头望去 下一刻 他们傻眼了 只见一个浑身绽放的光芒 身上白色羽毛的人影 快速地飞行而来 这上面 还站着一道身影 那是羽族的强者 不对 羽族的强者 竟然给人当坐骑 众人都懵了 羽族的大长老这边 被人打伤了 情有可原 因为对手是陆地神仙 是帝尊的力量 可是 这小子是谁啊 敢气在羽族的人头上 不想活了吧 果然羽梦怒吓一声 羽影 给我滚过来 羽影顿时就停了下来 他转头望去 大长老 太好了 大长老 却是劈头盖脸地骂道 你疯了吗 你竟然给别人当坐骑 家族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还不给我滚过来 与此同时 他盯住了上方小子 你是谁 你竟然敢与我们羽族作对 你想怎么死 他杀气腾腾 太丢人了 之前他就十分地气愤 不过 对方是鬼仙 他不好发作 所以 如今他将所有的怒气 都发在了对方身上 这道人影 自然就是林轩了 林轩嘴角扬起一抹笑容 羽族的强者吗 他说道 羽影能给我当坐骑 是他三生修来的福分 你要惜福 明白吗 羽梦气得浑身哆嗦 这小子太嚣张了吧 完全没把他们羽族 放在眼里 他站了起来 吞服丹药 恢复伤势 同时 眼眸之中 爆发出凛冽的杀意 你死定了 羽影 我给你一个 戴罪立功的机会 杀了他 羽影则是快速地说道 不行 大长老 我们千万不能和林公子为敌 林公子的实力 远远地在我们的想象之上 而且 追随林公子 我们说不定还能够更上一层楼 大长老 快给林公子低头臣服吧 羽影 可是真正见识过 林轩的力量 他知道 林轩的实力 是多么的恐怖 然而 周围那些人都惊呆了 这羽影脑子进水了吧 他竟然让大长老 大长老会一巴掌拍死他的 果然 羽梦都气疯了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哈哈哈哈 旁边的金蛇大长老笑了 你们羽族 还真是出了不得了的人物 竟然把自己的家族 给卖得这么彻底 羽梦气疯了 被人鄙视 被人嘲笑 他的脸都丢尽了 该死的东西 你想死了吗 你是不是被人控制了灵魂 对 一定是这个样子 而羽影则是快速地摇头 他说道 不 大长老 你一定要听我的 千万不要和林公子作对 别看金蛇一族嘲笑你 但是 金蛇一族的下场 非常惨 金蛇一族的几十个长老 几十个天骄 全部死了 全死在林公子的手下 金蛇一族完了 而我们羽族不同 我已经臣服了公子 我追随公子 只要我引荐我们家族 完全可以继续强盛下去 所有人都傻眼了 就连羽梦听了 也是一愣一愣的 金蛇一族完了 开什么玩笑 然而 金蛇大长老 却仿佛被人踩住了尾巴一般 他猛然跳了起来 眼中杀鸡浮现 该死的小子 我金蛇一族的强者 都是被你杀的 林轩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没错 你说那些小蛇呀 全部被我给踩死了 对了 那个什么五公子 不知死活 我说过 让金蛇一族的族长过来 跟我道歉 你虽然不是族长 但也是一尊半神 你有资格 过来跟我道歉 逆见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六章 施展最强底牌 作者 一箭倾心 快点过来吧 跪下来 给我道歉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懵了 这小子知不知道 在面对的 是什么样的强者 那可是半神呀 不过 对方真的杀了 那么多金蛇一族的高手吗 雨梦傻眼了 怎么个情况 这个年轻人 难不成来历非凡 金蛇大长老 却是怒吼一声 找死的东西 给我去死 说完 他一箭就刺了出去 金色的长剑 抛开了虚空 直接斩向了林轩 这是半神的权力 以及极其的可怕 半神之下无人能敌 周围那些人都惊呼起来 这小子死定了 就是 我倒看看 他怎么打 他肯定挡不住 一箭之下 他必死无疑 林轩嘴角 却是扬起了一抹笑容 望着冲来的剑气 他并没有任何闪躲 同样 手一挥 斩出了一道剑气 周围的人摇头冷笑 敢和半神硬炕 不知死活 然而 让人震撼的一幕 出现了 只见金蛇剑气 猛然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随后被一剑劈成了两半 该死的 他怎么可能 蛇大长老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他不敢相信 那可是他半神的力量 他全力的一击就这样被人给劈开了吗 而且 他的剑气 为什么会颤抖 好 天地之间 一道极其可怕的龙吼声传来 所有人灵魂颤抖 剑气晃动 似乎要沉浮跪拜 而金蛇大长老 更是手当其冲 他的血脉都抖动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感受到一股惊恐 他可是神灵血脉啊 我不相信 他疯狂地抵挡 可恶 激发神灵血脉 他体内的神灵血脉碎片 快速地爆发 他仰天咆哮 身上的力量不停地凝聚 如同十万火山爆发了一般 这一刻 所有人惊恐 颤抖 他们知道 金蛇大长老怒了 于梦也是身形一晃 来到了远处 刚才那一招 确实震撼住他了 不过 他觉得 应该是运气好 这一次 或许对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他盯住了林轩 心中想到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嚣张的资本吧 林轩站在那里 望向了对方 依然冷笑 他不为所动 半神而已 之前他没有突破的时候 就能斩杀半神 更别说 他现在的修为突破了 半神 他再没放在眼里 金蛇大长老 却不知道这些 他全力激发了他的血脉碎片之后 他强大到了极点 这一刻 他似乎拥有无尽的力量 他甚至敢跟陆地神仙交战 屹立在九天之中 背后有着巨大的金蛇幻影咆哮 仿佛远古的巨兽一般 跨越时空而来 金蛇大长老双眼之中 带有金色的火焰 他死死地盯住了下方 小子 不管你是谁 你都没有资格 挑战我们金蛇一族 今天 我就让你知道 我们金蛇一族的神灵血脉 是多么的恐怖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在他的体内爆发出 一股可怕的力量 催枯拉朽 席卷四周 下一刻 金蛇剑斩了出去 背后的远古巨兽的幻影 配合的剑气 狠狠地落下 哄 天崩地裂 浩瀚的力量 配合着巨大的金蛇幻影 瞬间飞了出去 一瞬间 便将凌轩吞没 快逃呀 周围的那些人 疯狂地逃走 跑得慢的 立刻被这股力量掀翻出去 这一刻 他们看见天在崩碎 地在裂开 巨浪滔天 力量剑气在弥漫 一切都将灰飞湮灭 死了 那小子死了 他怎么可能是对手的 就是 他太嚣张了 我承认他实力很强 但是 他绝对不是金蛇大长老的对手 之前那个神秘的女子 已经很可怕了 天下间 怎么可能再出现 第二个神秘的天才 就是 玄天神体 星空前世的神体之一 才有可能挡住大长老的攻击 这小子凭什么 一道道的议论声响起 在他们看来 林轩死定了 结束了吗 哼 果然不行呀 雨梦冷哼一声 而大长老 则是得意地大笑起来 这天下 谁能与我们为敌 死了吗 人群之中 安然惊呼一声 捂住了嘴巴 他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林云也是叹息 哎 太年轻了 浮云大帝疑惑 真的结束了吗 说实话 他甚至有点期待 因为 他也亲眼见识过林轩的战力 他不认为 林轩会这么轻松地死去 可是 眼前这毁灭般的力量 却再也看不到了林轩的身影 金蛇大长老 这一刻 强大到了极点 甚至盯住了前方的黑色峡谷 想要冲进去 不过鬼仙还在 他就算再强 也不是鬼仙的对手 算了 压制住心中的想法 金蛇大长老 低头望向了鱼影 他淡淡地说道 雨梦 你们羽族的叛徒 要不要我帮你清理门户 不用 我自己来 雨梦也是飞了过来 他瞬间便盯住了鱼影 说道 愚蠢的东西 我会先废掉你 然后 把你带回家族永 远地镇压 你敢背叛家族 让家族丢这么大的脸 你将生不如死 鱼影疯狂地摇头 大长老 你听我说 不是这个样子的 林公子不会死的 林公子一定还活着 活着 很愚蠢的东西 那样的力量之下 我都得重伤垂死 更别说是他了 我看你 真是被人控制了灵魂 要不 我就先斩灭你一半的灵魂 让你再敢胡言乱语 雨梦抬起了手 半神的力量爆发 笼罩了鱼影 他根本无法逃离 就在这个时候 天地之间突然想起了一道声音 这就是神灵血脉的力量吗 也不过如此 我领教过了 根本伤不到我 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所有人都愣住了 金蛇大长老瞳孔猛缩 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不可能 你不可能还活着 而雨影则是哈哈大笑 大长老 你看到了吗 公子还活着 林公子还活着 不是吧 就连雨梦也惊呆了 他也是毛骨悚然 他们敢转头望去 只见前方破碎的虚空之中 一道身影走了出来 衣衫飘动 身上连一丝裂痕都没有 他这样风轻云淡地走了出来 你还活着 不对 你没有受伤 这怎么可能 两个半神都惊呼起来 尤其是金蛇大长老 他真的是吓傻了 那可是 他施展了血脉之力的 全力一击啊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七章 阴阳双鬼 作者 一剑清新 哼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底牌 我就送你上路了 林轩沉下了脸色 眼中浮现凌冽的杀意 他手中出现了大龙剑 一步踏出 朝着前方斩了过去 该死 我给你拼了 金蛇老祖怒吼一声 他竟然燃烧起了自己的仙气 他快速地冲了过来 对方是强 可是 他拼命一击 怎么着 也得重伤对方吧 然而 当林轩的剑出现的时候 金蛇大长老突然愣住了 他现在明白 什么叫做无法战胜了 对方手中 虽然只是一道剑枝碎片 可是 那股威力 却超越了一切 这是陆地神仙的力量 不 他转身就逃 哼 大龙剑尖落了下来 天崩地裂 这一刻 所有人全给跪了 与梦同样下的毛骨悚然 他施展了所有的力气 燃烧血脉 飞翔了 远处 他满脸的惊恐 对方竟然是一种陆地神仙 吓死他了 轰的一声 剑还未到 金蛇大长老身上 就已经出现裂痕了 他根本承受不住这股剑气 他知道 他无法逃离 他转身跪倒在地说道 饶过我 求求你饶过我 看在我神灵异族的面子上 饶我一命 我再也不敢了 你的面子不值钱 林轩手中的大龙剑尖 无情地落了下来 劈开了金蛇大长老的身躯 连灵魂都破开了 金色大长老身魂俱灭 尸体倒在了地上 鲜血染红了大地 瞬间大地就裂开 化成无尽的血海 冰冷的声音还在回荡 你的面子不值钱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可是神灵家族呀 面子既然不值钱 对方真是太嚣张了 然而 像鱼影他们 却是沉默了 对方如果是陆地神仙的话 他们家族的面子 还真不值钱 接下来 就该你了 林轩又望向了雨梦 雨梦脸色苍白至极 他身躯颤抖起来 他从来没有这么绝望无助过 这个人的实力 和他们家的老祖一样 而老祖 是他们心中的偶像 是他们每天仰望的存在 是活在神话传说中的存在 这个时候 远处也传来了一道冷哼之声 林无敌 你竟然也来了 这声音是鬼仙说的 其他人听后 却是脸色一变 林无敌 你是那个打败了 剑神的林无敌 苍天呀 竟然是你 难怪你这么厉害 雨梦顿时就下跪了 林公子饶命 你之前 似乎对我出过手吧 林轩淡淡地说道 雨梦脸色难看 咔嚓一声 断掉了自己的双臂 鲜血狂流 他说道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请林公子饶我一命 他是半神 他高高在上 他无惧一切 可是 当有人 能够威胁到他生命的时候 什么面子 家族荣誉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活着才是 最重要的 雨梦想活下去 见到对方认错的态度还不错 林轩淡淡地说道 一会儿再收拾你 说完 他转身望向了前方 前方 有着一个黑色的大裂痕 在那里 有着极其可怕 而神秘的力量 其他那些人毛骨悚然 这可真是一尊天神呀 连半神 都轻易地死在了对方手中 太不可思议了 或许对方也有资格 进入这峡谷呢 雨梦来到了一旁 他在远处说道 公子 听说那峡谷里面 是帝尊的力量 帝尊 林轩听后惊讶 没想到 这里竟然和帝尊的力量有关系 会不会是帝尊谷呢 林轩目光闪烁 想到这里 他朝着前方走去 来人止步 这个时候 雨衣飞却是走了出来 他冷冷地说道 你不能进去 你要拦我 林轩一愣 他望向了对方 眯起了眼睛 半神都死在我手中了 你确定你要拦我 雨衣飞淡淡地说道 半神没什么了不起 我一样能斩杀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个女人 好大的口气啊 林轩也是眉头一条 哦 这个女人 来历非凡 这个时候 远处的雨梦又说道 公子 这个女人很神秘 她曾经打败了我和金蛇大头老 她的实力 应该在半神之上 而且她好 好像是玄天神体 是星空中的传说体魄 雨梦现在 极力地讨好林轩 把她知道的信息 都说了出来 林轩听后惊讶 玄天神体 半神之上 有点意思 不过 那又如何 这世间 无人能拦我 天不能拦 地不能拦 陆地神仙也不能拦 你 同样也不行 林轩朝着前方走去 你不停下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玉衣飞走了出来 玉手狠狠地拍出 玄天神体的力量爆发 林轩来了兴致 她施展九阳神体 与之抗衡 哄 一道火焰 化成一方火焰大手 狠狠地拍了出去 大日不灭长 玉衣飞身上 出现鲜花战甲 神秘无比的力量 与九阳身体抗衡 两大神体 一瞬间就爆发了 玉衣飞也是惊讶 九阳神体 没想到 你也是传说中的体魄 不过 不够看的 施展你的剑法吧 如果你还能施展出来的话 林轩和对方对碰了三招 随后 退了回来 对方的神体 果然够强大 她笑道 我的剑法一出 你抵挡不住 你下场必死无疑 我挡不住 还有她呢 玉衣飞身形一晃 背后紫色的光芒 飞了出来 那些紫色的光芒 化成无数紫色的剑气 帝尊的力量 你总破不开的 那不一定 林轩腾空而起 杀向了紫色的剑气 这一次 玉衣飞并没有阻挡 陆地神仙级别的存在 她挡不住 不过 帝尊的力量 绝对能挡住这些人 对方没资格进去 林轩和紫色的剑气一交手 便惊讶无比 她感受到 一股浩瀚之极的恐怖力量 而这个时候 旁边的鬼仙也是笑了 林无敌啊 你没资格 和我在一个下场 滚开 该滚的是你 林轩一剑就劈了出去 朱仙剑爆发出无尽的杀意 凌空斩落 鬼仙却是怒吼 找死 虽然她言语上 看不起林轩 可是 她下手却极其恐怖 因为她知道 林轩拥有陆地神仙级别的力量 只是 她不愿意接受而已 鬼仙凝聚形成了两个鬼头 铺天盖地地咬了过去 陆地神仙的力量 彻底爆发 仙法 阴阳双鬼 一上来 就是致命绝学 逆剑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八章 尖 天破 作者 一剑清星 阴阳双鬼 两颗鬼头 带着阴阳的力量 快速地冲了过来 阴阳大道 神秘之极 此刻 由陆地神仙出手 当真是可怕到了极点 林轩冷哼一声 全力地催动大龙剑剑 他竟然也打出了阴阳剑气 可怕的阴阳剑气 在空中努力形成了阴阳太极图 疯狂地轰了过来 阴阳的对决 虚空不停地破碎 周围的那些人 目瞪口呆 好强呀 这个林无敌 真的拥有陆地神仙般的力量 而且 他竟然也掌握阴阳的力量 一瞬间 上万次的碰撞 阴阳鬼头被挡住了 鬼仙眉头紧紧地皱起 大龙剑魂 果然神秘无比啊 不但拥有超强的力量 还能够演化一切 不过 对方也小看他了 他作为陆地神仙 活了几百万年 绝对不是对方能够挑战的 身形如黑夜 一般晃动 下一刻 他消失不见 在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了林轩的上方 手一挥 掌心之中 一道黑色的雷电 凌空劈了下来 这是一道鬼雷 带着阴冷至极的力量 一旦被击中 能够剥夺大部分的生机 林轩冷喝一声 身形一晃 一剑斩向上方 当个一声 这道雷霆 被剑气挡住 不但如此 剑气疯狂的舞动 形成了一颗龙头 仰天咆哮 直接把这道黑色的阴雷 给咬碎了 惊天破 林轩一剑开天 虚空出现破碎的声音 众人头顶的苍穹 如镜面一般瞬间裂开 化成无尽深渊 鬼仙眉头一皱 下一刻 他身形一晃 再次消失不见 在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站在了无尽的黑洞之中 他冷声说道 小子 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强 但是 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绝学吧 鬼无灵难 鬼仙的声音 在整片天地间响起 最后 他的身子 变得极其的诡异 一道又一道鬼影 从他身上走了出来 和他的真身一模一样 一个变两个 两个变四个 紧接着 上百道鬼影走了出来 他们屹立在天空之中上 百道鬼影快速地出动 形成无尽的力量 冲了上来 每一个鬼影 都带着三道仙气的力量 可怕至极 仿佛每一个 都是真身一般 天地不停地破碎 根本没有什么人 能够承受住这样的力量 林轩也被这些鬼影笼罩 他身边的虚空 出现了裂痕 他的身体 也是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他脸色一变 好可怕的攻击 下一刻 他怒吼一声 大龙剑的力量爆发 大龙渐渐挥动 绽放奇异的光芒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轨迹 就如同神龙白尾一般 周围的那些鬼影 被他们推出去 轰 然而 更多的鬼影冲了过来 轰的一声 他们撞在了林轩的手掌之上 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 很快 林轩的手掌 被鬼影笼罩 紧接着 他的身躯也被笼罩 什么都看不见了 只有恐怖的龙吼声 漫天的鬼影在弥漫 周围的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些人已经看傻了 就连半神与梦 同样也是身躯颤抖 这样的攻击 他都跟不上 如果他受到这样的攻击 估计会一瞬间落败吧 前方 已经化成了一片废墟 不但如此 巨大的光芒 贯通了天地 形成了第二道通天光柱 不少人都为林轩担心起来 龟仙 可是真正的陆地神仙 其实力恐怖至极 林轩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吗 轰轰轰 这个时候 前方漫天的鬼影 突然剧烈地晃动 随后 众人发现 一头神龙杀出了虫围 撕开了漫天的鬼影 冲了出来 这头神龙身上 渐气环绕 可怕至极 他发出了怒吼之声 漫天的鬼影消失 随后 鬼仙的身影浮现 他就这样 静静地飘浮在虚空之中 和这头神龙对峙 神龙之中 出现了林轩的身影 这自然是林轩化身为龙 他冷冷地注视着下方 说道 你奈何不了我 鬼仙惊叹 不愧是绝世天才 连我的鬼物灵奈 都奈何不了你 真是让我意外 真想和你决一死战呀 不过 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得先取得帝尊的力量 化鬼为牢 突然鬼仙冷笑一声 他手中的判官比灰动 无尽黑色的鬼物 如浓墨一般 泼洒开来 仿佛一幅水墨化 瞬间在林轩周围 形成了一道牢笼 而鬼仙则是身形一晃 朝着前方的大峡谷冲去 杀林轩是很重要 但是 现在更重要的是 得到帝尊的力量 我不会让你进去的 玉衣飞冲了过来 配合着漫天的紫色剑气 进行阻拦 鬼仙怒吼 小丫头 丢滚开 他再次施展了鬼灵奶 身躯化成无数的鬼影 分不清哪一个是真身 一半的鬼影 杀向了玉衣飞 一半的鬼影 冲向了紫色的剑气 哄 玉衣飞似乎被这些鬼影拦住了 不过 他并不担心 因为紫色的剑气 比想象中要恐怖得多 前方传来了 鬼仙气急败坏的吼声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够 让本座如此的头痛 他太惊讶了 要知道 他可是陆地神仙呀 前方这些剑气 应该只是帝尊的一丝力量 仅仅是力量所化的剑气 就能拦住他 这里可怕到什么地步 不对 鬼仙眼中爆发出凛冽的光芒 这一定是帝尊身边极其重要的宝贝 想到这里 他更加疯狂地攻击 这些紫色的剑气了 而另外一边 林轩被画地围牢给笼罩了 周围那些鬼气 似乎要将他镇压 林轩冷哼一声 给我滚 他挥动剑气 可怕的剑光 斩向四周 那些黑雾弥漫 以柔克刚 来牵制住大龙剑的力量 不过 林轩的攻击 越来越恐怖 终于 他撕开了一道裂痕 从画归为老中 走了出来 他望向了前方说道 你奈何不了我 这宝贝 你也得不到 说完 他身形一晃 同样朝着前方的大峡谷 冲了过去 不行 你不能进去 御医妃怒喝 然而并没有用 林轩已经杀向了那些紫色的剑气 不要激怒那些紫色剑气 你也抵挡不住的 御医妃惊呼一声 他的话刚刚落下 前方那些紫色的剑气 似乎怒了 有着一道远古的声音 在天地间响起 随后 漫天的紫色剑气 猛然爆发 逆见狂神 第六千四百七十九章 无上之剑 作者 一剑倾心 紫色的剑气 获得了超强的力量 如同开天辟地一般 无情地展落了下来 鬼仙脸色一变 不好 他不再进攻 而是快速地后退 因为这股力量 已经能够威胁到他的生命了 陆地神仙虽然可怕 但还是有些力量 能够威胁到他们的生命 那小子 竟然还不退走 找死吗 鬼仙退回来之后 便看见灵 轩仍然在那里缠斗 他冷笑一声 愚蠢的东西 你也太小看帝尊的力量了 你知道 帝尊当年是什么境界吗 玉衣飞也是惊呼一声 快回来 不然 你没机会了 你必死无疑 灵轩也是感受到致命的危机 不过 剑道之争 他还从来没有败过 帝尊的力量又如何 我未剑道 他怒吼一声 全力地和大龙剑的碎片融合 体内大龙剑魂的力量 不停地爆发 灵轩这一刻 仿佛化成了一柄无上之剑 开天辟地的紫色剑气 斩了下来 灵轩一往无前 我的剑无坚不摧 我的刀逆天行 他仰天大鹤 快速地冲了过去 轰的一声 惊天动地的声音响起 灵轩身躯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一股鲜血 自他嘴角流出 他感觉 仿佛要被斩灭一般 不过 他仍然未曾后退 一步都没有后退过 杀 他一步踏出 杀了过去 轰的一声 前方那些紫色剑气 突然消散 化成了紫色的云雾 吹向了远方 似乎打开了一扇神秘之门 灵轩的身影 被紫色的云雾包裹 消失不见 不行 你不能进去 玉依菲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快速地惊呼一声 他撕开了漫天的鬼影 快速地冲了进去 下一刻 他也消失不见 这事情 发生得非常的快 所以 当众人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两人已经不见了 该死 鬼仙同样 眉头紧紧地皱起 他一声咆哮 快速地冲了过去 然而 他却被那开天辟地的紫色巨剑 给挡住了 气得他咆哮连连 前方 灵轩周围的紫色云雾消失了 他望向了周围 周围是一个神秘的空间 有些昏暗 四周苍茫大地 一片荒凉 而且 在大地之上 有着不少的尸体和白骨 很显然 这是一处战场 一处 经历过无数大战的战场 此刻 不知道经历了几千万年 战场仍然带着一片肃杀之意 来到之后 灵轩也感受到心情沉重 恐怕超级大地在这里 也无法抵挡 这股超强的杀意 深吸一口气 灵轩朝着前方走去 来到了这苍茫的大地之上 灵轩发现 这些尸体有人类的 有妖兽的 甚至有的人类 高达五米 十米 这就如同巨人一般 这不是普通的人类 甚至 灵轩还发现了一个 高达百米的身影 那上面 有着无尽的稻纹 就这样一路走过 他踩在这些骨头之上 发出咔嚓的声音 不过 因为经历了太多的岁月 一些骨头早就破碎 虽然保持完整 但是 已经没有了力量 此刻 在灵轩的周围 可怕的呐喊声响起 甚至有一些残留的幻影重现 天地之间 一股强大的战斗意志 狠狠地朝着灵轩冲了过来 要将灵轩的灵魂撕碎 灵轩身子一阵 轮回眼绽放光芒 六道轮回 环绕在他的身边 他如同主宰之神一般 屹立在大地之上 作为那些战斗的意志 被弹开之后 画成了一个个奇异的景象 有长着四个手臂的猴子 撕碎一切 有人类强者 一掌破天 有白米巨人 一幅猎山河 还有一头可怕的天狼 吐出漫天的冰霜 冰封天地 这些都是当年真实发生过的战斗 极其的可怕 这些是太古 甚至是远古时期的战斗 十分的震撼 灵轩看完之后 也是惊呼 这些人为什么在战斗 和帝尊又有什么关系 帝尊的力量 为什么会散落在这里 难不成 帝尊在这里陨落了 不可能 根据鬼仙所说 帝尊的境界超乎想象 就算陨落 也不会死在这些人手中 这里或许只是 当初帝尊战斗的一个战场吧 也许这些人 都是被帝尊杀死的 灵轩环绕着六道轮回 快速地行走 他看到了一幅又一幅战斗的场面 似乎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大战 最后 他眼睛都有一丝血红 闭上了眼睛 灵轩叹气声 受到影响了 虽然这些战斗的意志 无法直接撕开他的灵魂 但是 还是潜移默化地 影响了他的灵魂 他现在心中 有着一股超强的杀意 似乎要毁灭一切 而这股杀意 如果不能够压制住的话 他极有可能走火入魔 灵轩动用大龙剑魂的力量 开始斩灭体内的那股杀意 他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如同雕像一般 后方 云雾翻滚 苍茫的大地之上 又多出了一道身影 这是一个绝美的身影 身穿紫色的长裙 如九天神女一般 他是玉衣妃 他同样出现在这里 来了之后 他也是震撼无比 不过 很快他便开始寻找 灵轩的身影 终于 他看到灵轩在前方 停了下来 他叹息一声 我说过 你不该进来的 听到这话 灵轩睁开了眼睛 眼眸之中 血红色的光芒消失了很多 他微微转头 瞥了一眼 沉生说道 你依然要阻止我吗 那就别怪我出手无情了 这座远古战场很适合我们战斗 灵轩准备放手一战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玉衣妃却是微微摇头 不了之前我阻止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不该进来 然而你竟然能冲进来 这确实超出了我的认知 或许你得到了某种认可 也或许你满足了某些条件 所以你有资格进来 但是进来之后 是死是生 能得到什么造化 就只能凭你自己的了 我不会帮你 灵轩一愣 他觉得对方的身份很神秘 玉衣妃却是走了过去 他拿出了手中的玉扇 打开之后轻轻一挥 一股力量飞入了前方 没多久 远处有着一道白骨身影 冲了过来 这是一只白玉大蛇 她的骨头如同翡翠一般 晶莹剔透 她来到了玉衣妃的面前 缓缓地匍匐在了地上 玉衣妃走了上去 站在了她的头颅之上 逆剑狂神 第6480章 白龙 黑绝 作者 一箭清新 白玉大蛇 带着玉衣妃 快速地离开 消失在了苍茫的战场之中 林轩望着这一幕 惊讶无比 对方竟然能够控制这里的 白骨圣灵 太不可思议了 难不成 这个玉衣妃 和这个战场空间 有什么关系 对方真的是越来越神秘了 林轩眼中爆发出 凛冽的光芒 随后 她身形一晃 快速地朝着前方冲去 很快 她便追上了这白玉大蛇 玉衣妃也是惊讶无比 因为 拥有了这里白骨圣灵的帮助 她的速度快了很多 她以为能够很快甩开林轩 可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么快就追上来了 这不可能啊 这个小子竟然能够抵挡住 这里的战役吗 她转头望去 发现林轩身边 有着六个世界的幻影 如同六道轮回一般 极其的可怕 好强的灵魂力 轻横一声 玉衣妃再次催动脚下的白玉大蛇 白玉大蛇的蛇尾一甩 将虚空都抽碎了 她的速度 如闪电一般 再次加快 林轩身形一晃 同样化成一道剑光 两人开始比拼起了速度 所过之处 那些白骨 全部破碎 没有什么能够抵挡 大约走了半天 两人停了下来 前方有着更大的白骨 这两个白骨 极其的可怕 都高达千米 一个通体 洁白如玉 背后有着翅膀 同样绽放着洁白的光芒 另外一个的骨头 则是漆黑如墨 甚至那额头之上 还有着一根骨刺 仿佛能够刺破苍穹 白龙马 飞绝天 玉衣飞停了下来 低声自语 旁边的林轩听后 眉头一动 这就是 前方两个白骨的名字吗 你认识他们 你究竟是什么人 林轩沉声问道 我是谁 你无需知道 玉衣飞从白玉大蛇的头颅之上 跳了下来 朝着前方走去 林轩也是眯着眼睛望去 下一刻 他一愣 因为他发现 在前方两个巨大的白骨之间 竟然还有着一件东西 一个破碎的珠子 紫色的珠子 只有一半 另外一半 消失不见 而且 林轩通过轮回眼发现 在周围 以两个巨大的白骨为中心 方圆百里之内 有着很多紫色的光芒 晶莹剔透 这应该是紫色珠子 另外一片碎片 散落后所形成的 而且 这方圆百里 墙者的尸体更多 难不成 这些人 都在争强紫色的珠子 林轩心中好奇 朝着前方走去 刚刚靠近 他便身躯一晃 他感受到 前方似乎有紫色的锁链 浮现出来 环绕在他的身躯之上 让他的身躯将无法行动 浩强的压力 林轩惊讶 玉依菲说道 没用的 你虽然能够来到这里 但是 你绝对不可能再前进一步了 这东西是我的 你离开吧 不然的话 你会被这股力量 撕成碎片 你的 林轩皱眉 玉依菲嘴角扬起一抹 绝美的笑容 他说道 没错 是我的 说完 他探出了千千玉手 朝着前方抓了过去 要将这半颗紫色的珠子 抓在手中 白玉手掌凌空而降 将这半枚珠子笼罩 下一刻 整片天地 却激烈地晃动起来 在这紫色珠子里面 飞出了很多紫色的剑气 开始攻击白玉手掌 怎么可能 玉依菲手掌受到冲击 剧烈地晃动 她美目瞪得大大的 满脸地不可思议 不可能 她为什么在排斥我 她不应该是在等待我吗 哼 一声冷哼 玉依菲全力地催动 她的白玉手掌 狠狠地落了下去 紫色的剑气 更加地可怕 那枚珠子身形一晃 撞在了白玉手掌之上 玉依菲收回了手掌 她手掌之上 出现了一道裂痕 脸色也是变得苍白 失败了吗 到现在 她大脑都有些空白 因为这个结果 是她从来没想过的 旁边的玉依菲却是笑了 之前 你那么兴事淡淡 我还以为 你是这枚珠子的主人 如今看来并不是 小子 你得意什么 如果我得不到的话 那这片天地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得到了 或许她将继续在这里沉睡下去 明珠蒙尘 可惜了 你口气也太大了吧 你以为你是谁 你得不到 别人就得不到吗 没错 玉依菲傲然说道 林轩冷哼 那我就拿给你看 说完 她朝着前方走去 玉依菲摇摇头 你别去送死了 你根本不可能的 林轩没有再说什么 她走了过去 身上的紫色锁链 越来越多 要将她镇压了 林轩冷哼 斩 在她身上 出现了无尽的剑气 斩断了这些紫色的锁链 她朝着前方走了过去 越往前走 她的压力越大 到最后 连身体内 爆发出极其可怕的龙吼之声 她也想探出手掌抓去 可是 她发现她做不到 好像只有玉依菲 才能隔空抓去 既然隔空抓不到 那就走到面前 亲自拿到 这一段距离并不长 但是 每走一步 都天摇地晃 必须施展全部的力量 走了十步之后 林轩停了下来 在她面前 竟然出现了一道幻影 仿佛有战斗意志凝聚 形成的不灭幻影 那道幻影出现之后 是一个高大的男子 他双手开天 仰天怒喝 这天下 无人与我争锋 恐怖的力量 竟然朝着林轩冲了过来 林轩脸色一变 但是 他并没有后退 他冷声说道 这天地间 同样也无人敢 与我争锋 说完 他体内的剑气 飞了出来 一见开天 前方的战斗意志 所化成的幻影 爆发出 惊天动地的光芒 撕裂虚空 最后 缓缓地消失不见 就这样 林轩一路前行 终于 他来到了紫色的珠子面前 后方的御医飞 见到这一幕的时候 都惊呆了 怎么可能 对方竟然真的能走过去 太让他意外了 不过 他还是摇头说道 就算能做到 又如何 你得不到那没紫色的珠子 这天下 除了我 没人能得到 不过 现在我也失败了 那恐怕要再等千万年 他的主人 或许才会出现吧 嗡 前方的林轩 探出了手掌 抓向了紫色的珠子 顿时 紫色的珠子受到压力 爆发出无尽紫色的光芒 化成紫色的剑气 这些剑气 比外面峡谷的剑气 还要可怕 就如同紫色的神剑 而且 是无数把神剑 他们铺天盖地地 飞向四面八方 要将一切洞穿 林轩更是首当其冲 被无数剑气笼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目